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教练 她说 没事 加油 其实毕竟直接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就是说 当后后的时候 教练肯定我们的选择 因为怎么说 就是在第四局的时候 第四局开始之前班匹克的时候 教练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 让我们相信他 他来帮我们选人 然后我们说好 我们就队员全部都相信教练 然后教练的班匹克 就一个人做 然后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们都是特别相信教练的 然后教练就照做 然后班匹克班得挺好 然后我们也打得挺好的 就特别开心 所以你说到第四局的话 那第四局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点的 非常亮眼的选择 这种班区的 然后就绑战 所以你就说 那时候也是教练 完全是教练 要求你一个人的英雄 因为教练觉得我这个英雄玩得好 然后他说你可以选吗 我说可以啊 然后他说 他就直接就选了 其实这个英雄你有没有废话吗 比如说你们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套路是 有没有针对大小怪 有没有想法 就我一般玩这个英雄的时候 我喜欢看对面阵容 对面阵容适合的时候我就会选 就直接会选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英雄 你觉得怎样有针对的 就什么没位移的特别多 然后对线的时候 没什么压力的时候我就会选 你大招大得非常的久 就是一大招的进步 告诉我们一下什么小跳舞 这个英雄首先大招要放的是 你大的人千万不能有加速那种 然后你要预判一下他下一步的走位 然后往他下一步走位那个中心大 就很好打中的 然后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太远 太远的话你肯定打不中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打之前的心态就是 杀一个就赚一个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就最开始甚至 季后赛都是别人带我们躺进去的 然后就觉得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打 结果没想到我们越打越好 然后训练的越来越顺利 然后就这样走过来了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一种无所畏惧 不怕输赢就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可是一下你是不是一路走过来 其实打三场一番三场丢 你会不会答应到最后的时候 你觉得会太多的感觉 在第一场的时候 我们采访的时候说了很多东西 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个憨憨队 然后什么都暴容 我只想说的是我们练一个阵容 只需要一两天 练一套阵容只需要一两天 因为我们英雄是很深的 就根本就没有泄不泄露 我就把什么都说出来 什么都做出来 但是你班匹克针对不了的话 还是一个道理 无非就是选手的英雄齿根 就临场的反应吧 我觉得他们第四局就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是我们打得好 也不是他们失误特别多 我觉得我们是个 就是知道他梦魇 是抓单特别厉害的英雄 然后我就一直叫暴团 一直叫暴团 然后他们也很相信我 站在一起 然后一直poke他们 他们就 我觉得他们那样 那样就不好打我们了 所以那你觉得今天b5的关键是哪一报呢 比如说其实是整体的 能赢下一个b5肯定是整体打得好 没有一个单点 我觉得这个b5大家都打得挺好的 我觉得关键在于你的心态跟bp也特别重要 心态也特别重要 然后选手的临场发挥也特别重要 这几点都特别重要 教练其实也说了 就是说临时期间的调整 在b5肯定是非常重要 你觉得就是经过这几次后 在对你 就是临时的 怎样 想过了你 有什么样的感觉 没有 其实我们就是 这两个设计以来 之前这b5肯定的局数特别多 而且基本上都很高距离拿下的 这种b5肯定 我觉得是对 我觉得是我们几个人几个选手 就是 在打完一局下来总结的临场 临场变化就特别 我觉得特别厉害 然后就导致我们打这种局 就应变得特别好 你觉得总结临场变化是教练给你们的帮助 还是选手大家做舞都其实都做得越来越好 就大家吧 我觉得教练也是 然后我们选手也是 我们选手一下就会说出很重点的东西 然后教练也是一下就知道问题住在哪 然后一拍即合 你觉得选手能够那么一语壮丽地说出一些关键点 是就是说教练在这方面就给你们什么样的话 教练一般都会在场下看 然后发现什么坠击手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在场上打的时候什么让我们难受 然后我们下来也会跟教练讨论 就是这两个点 就是我们会商量好的 我觉得除了决胜局的时候我都不会紧的 就感觉感觉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 赢一个队就多赢一个队算一个队 输了就算的 输了就实力不足嘛 那也没必要往后面冲 对吧 那其实现在你们也在场上会不会 立马就觉得好像更大 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情况 打韩国队胜率没有特别好 就我觉得如果说到时候打TOP或者IG能一下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的信心也是一种特别大的增加吧 然后但是输了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没关系 就这种 所以你觉得其实韩国队SKD的部分 其实是两个韩国同类的 那你觉得就是说你不知道 打韩国队咱们到底队差在哪里 其实他们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几支队SKD的话 我怎么评价他们 我觉得他们就是个人选手能力比较 个人能力比较突出吧 然后他们也有MATA这种大脑指挥 就把他们凝固在一起 然后像Griffin的话 他们就是五个人待在一起待太久了 就是他们教练 我觉得他们教练也挺厉害的 然后让他们凝固成一起 然后跟选手的能力也特别高 就是这个导致他们特别厉害 但是其他的话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厉害 就是也是能打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支队伍跟IG打的话 应该是五开吧 应该你们 我们 我都说了我们打不过 训练赛打不过 比赛不知道 比赛可能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训练赛 就比较认真 我们训练赛有 在那里练东西吧 也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都要看比赛上见真招 就是这样 我觉得选手的心态上面是很关键的 因为有些时候他打训练赛 他就不怕你 然后就会做出很惊险 或者说很神奇的操作 但是他打比赛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会做这些 然后导致他没做那些操作 然后之后就往后拖了什么什么的 那些问题 就会很很会影响到的这种东西都是 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的 是的 是的 对 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即使京东代表 上都是没有指数的 那你觉得就是说 最长度下来的话 就是给你的重点 在操作上 或者是因为持绘 你觉得 我觉得以前的话 我边指挥边操作的话 会影响到 现在已经变好很多了 因为毕竟习惯很多了 然后其实我只是 我虽然是主指挥 但是我也是需要队友 帮我多反馈情况 或者说雅各游戏车顺的时候 他也多来帮我指挥 帮我看着点其他路 然后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都是 我觉得我们队伍都是 大家一起都在说 但是很多时候 我会做关键的决策 主要是这个 所以其实你觉得 你应付出来 就比较经历的决策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被我看透了 有点 就因为跟韩国队伍的限定院 还有打了这么多比赛 然后看透了很多东西 一到那个时候 就知道该干什么 然后当然有些时候 脑子也会不好使 每个人都会这样 那其实你这一路的话 其实战胜了三个队伍的 包括小明 然后Mixing W的Mixing 还有就是Fundback 然后你觉得就是说 战胜哪一个会让你最有成就感 你是把他们做的事 当做的成就感 我觉得战胜小明是最有成就感的 因为抛开其他因素 就不说那种带节奏的东西 之前我就觉得他特别厉害 在他还没有到那个高度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特别厉害 他也跟我设好朋友们 然后就觉得他打得特别好 我觉得超过他倒不至于 因为觉得就是慢慢接近他了吧 至少说是 慢慢接近他了 因为我现在也慢慢也在往上走 然后就可以跟他有得一拼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如果他厉害 或者说更是我半个五向的话那种 我觉得我会打得更激进更激动 就是我觉得我就特别想他 然后我就会 我就会状态应该会变得好一点 然后特别想他这种感觉 你是有压力会更加烦 我觉得那种不服输的人 我觉得那种 我难道比你少个头吗 我为什么要比你差 我觉得那种人 可以吗 我问一下你的偶像 在辅助上的偶像是什么 就之前 就在刚接触 就S3 S4的时候 刚慢慢接触职业的时候 我的偶像是Mata 然后但是 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变厉害过后 就 也谈不上什么偶像的 就觉得他打得好 像小明 美口 这些选手都打得好 我就会慢慢觉得他们这些选手打得好 但是偶像也不至于 因为这个B5下来我们这几个B5下来我们的队员能犯都在生了一些小病 像什么感冒 互相都传染了一点小病 然后就导致每场的时候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的 然后今天这次是他其实也是也是病的 然后加上昨天的飞机也延误了 就导致他也没睡好是吗 都是15点才到9点的 然后就没睡好 加上感冒了就特别难受吧 然后就没可能他觉得自己今天没发挥好 我觉得他其实还行吧 因为你感冒能打成那样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然后我们一点责怪他的感觉都没有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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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大家都在说今天赢了没事没事 就一直跟安慰他说没关系 我们都赢了干嘛还哭呢 就这种感觉吧 你觉得你会觉得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真正能有答案 其实在他们第五局的时候他们5-1还是6-1的时候 他们这种节奏被缓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已经输了 他们已经输了当时就觉得 我们队员之间都说没事稳住 就把他们很难闻了 所以接下来你觉得 你觉得大概会打谁吗 你希望更希望打谁 我 我想 你比较怕打谁 怕 我两个都怕 我可不可以弃拳我当亚军算的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就是觉得 其实都挺难打的 我们需要更努力 然后好好回去准备 然后觉得打谁都差不多 可以跟他们得冠心吗 他要跟你们说什么 跟你们是炫耀一下 可以的 刚刚在采访时 然后跟我们都发微信说 说 恭喜我们 我们太猛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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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 JD就去MSI 然后我回到他去 不要 IG去吧 我们去的话 LCK不就冠军了吗 然后就开玩笑的 就是那种 然后 就调侃调侃他 然后他也在祝福 然后我们也在祝福他 就平时他输了比赛 赢了比赛 都跟他吊吊天 然后我们打完也 偶尔也会吊吊天 因为我们跟他关系 其实特别挺好的 那如果在国际赛上遇见 你有信心打完他 就像周期赛的话 我们就想点名打SKT 牙膏跟我们都是想点名打SKT 然后 当然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就反正肯定是想跟他们 交一下手的嘛 其实一直以来 谢谢各位粉丝对我们JDG的支持 就特别感谢了